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假六狗真贩毒,强盗,毒品等三案通缉的张姓耀头,贩毒时喜欢六狗伪装,反程药脚指认的特征,高市型大埋伏歹人,张贤的爱犬妹妹惊绝狂吠,张贤企图逃跑被警方压制,在到他住处查获四把空气长短枪,67.25公克毒品。 张贤,41岁,为留住药角贵客,吕姓耀脚于一年内买了近百万元毒品,张贤还特地买了iPhone六送给吕姓耀头,即以巩固药角的忠诚度。 刑大真一对金召开破案记者会,至日前查其毒品案时,寻显得知住在凤山区张贤出入游宾市车逮捕,贩毒时都会带住一只混马尔吉斯狗妹妹,希望带来好运并伪装遛狗。 警方锁定要头就是申杯强盗,毒品,过失伤害案通缉的张姓男子,警方埋伏张男住处外,发现他抱狗走出,远警上前十惊动妹妹。 警方将他压制,在压制住处搜索,搜出20.2公克海洛因,47.05公克安非他命,以及一把空气长枪,三只空气断枪,还有一似贩毒所得33300元。 警方指出,张贤的爱犬妹妹发现陌生人靠近,突然狂吠迫使警方提前动作,将他压制战铬,张贤不断安抚妹妹,面对牢狱,全案训后除压界归案,还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检方侦办,并向上溯源追查其余贩毒嫌犯盗案。